好,那我們再來看一個有關於二氧化碳性質的影片 講過了,裝置是一樣的嘛 裝置是一樣,產生的裝置長的是一樣 鹽酸,大理石,石灰石,碳酸鈣 水槽排水集氣法,集氣瓶收集氣體用 把它蓋起來的那玩意兒 然後呢,就是刮槽 石灰水幹嘛?檢驗二氧化碳嘛 蠟燭燒不可燃不助燃 OK 就看 這是那個BTP,就是酸鹹指示劑 我覺得我記得你們的生物教過 欣賞 無色無味,無秀 無色無味,沒有透明 然後呢,再用正確方法 用手刪文 用手刪文 手刪文 石灰水會有白色混濁 還有喔,如果二氧化碳放太多 會重新變成青 因為會產生碳酸 碳酸會被汗蓋作用 這要做不可燃不助燃 不可燃不助燃 這個是要告訴你,它比空氣重 所以沉在下面 所以底下的會先滅 上面的會後面 這也是它滅火的原理 這也是它滅火的原理 然後就下去 然後就下去 那樣的話它容易水會變成 碳酸 然後酸性指示器會成什麼性? 酸性 就是二氧化它容易水 那因為溶掉了 所以氣體變少 所以壓力變小 所以平均就被壓扁了 所以二氧化它是可以溶的 雖然是用排水 集氣把水它是可以溶 A它是溶的比較多的一個 它是氧氣跟性都多 然後就是檢驗酸檢性 我們 理化客人沒有BTP 就不要理它了 你再給我記好什麼 史蕊、芬泰、廣用 就備好就好了 這不叫尿尿好嗎? 只是它黃色的而已 沒有 沒有 重要性指再講一遍 把該背的背下來 無色、無味、無秀 然後 然後 沖入澄清水水 會有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然後 不可燃、不住燃 然後 比空氣重、沉在下面 然後 然後呢 它會溶於水 然後所以瓶子被壓扁了 它這沒有那麼會溶 所以開始用白水集法收集 溶於水叫碳酸 會呈酸性 好 OK 就是影片 麻煩各位 把所有該背的就給我 背好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